長洲浸訊會 大家要見識一下這套 這套是180周年會慶 不簡單,180周年 作主門徒,與世代同行 走進人群,見證主岸 這應該是舊堂 舊的堂是用花崗石建築的 浸訊會堂 這是新的 就是這套 今天會慶感恩崇拜 今天5月7日 會慶感恩崇拜 上週 今天 昨晚就是陪庭會 今晚 我們在做直播,免得 因為人家有人家的活動 走到外面看看 不進去 不進去都看看 與其他人同喜樂 一起慶祝一下 這裡 真是的 香港浸訊會聯會 這裡有歷史 陳時珍牧師 向清政府領地興建浸訊會 1872年至1884年 這個孫教士 開辦藍堂學校 建心禮堂 加辦女童學校 張雲園牧師 就是 無懼日軍 1930年至1953年 這個就是那些歷史 所以我們 哪個牧師 大家看到這些 這些歷史 這裡就是 就是那個教堂 我進去看看 長洲浸訊會堂 請問這間是舊堂嗎 這間是舊的 浸訊會堂 就是這裡 我們看這裡 這間是這間是舊的 這間是舊的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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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機會 謝謝 謝謝 好在 好在我們剛才 有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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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可不可以 來一下這個教堂 今天也正好 今天真是好日 5月6日他們是陪寧會 今天剛剛 5月7日 就是會慶感恩 感恩崇拜 5月7日